著名国际问题专家金灿荣 曾对中美博弈做出深入分析 尤其是中美之间 我国面临的弱点 有哪些方面需要引起我们的注意 金灿荣教授这样分析 我只能这么说 从去年开始到现在一年多 中美关系整体往下走 对不对 中美往下走 我觉得某种意义上讲不可避免 它本质上还是因为中国成功了 然后美国不接受 对吧 现在很有意思 现在最不承认 中国成功的是中国知识分子 最承认中国成功的是美国中央情报局 如果大家有兴趣 今天就可以在网上去查一本书 在网上可以查到的 打开世界银行网站 worldvnk.org 里面有个栏目叫数据与档案 然后打开里面再往下找 就可以找到一本书叫世界概况 这是中情局出的 出了好几十年了 这个书里面对中国的经济 社会情况有很准确的判断 这个书对中国评价是非常高的 如果大家把它翻成中文 那就是厉害了我的国的英文版 事实上就是美国对中国的情况 掌握得很好的 我觉得美国对中国的事实掌握 可能比中国发改委还好 有些人可能忘掉一个事实 1994年朱镕基总理去视察国家会计学院 就咱们上海会计学院 提了一个词叫不做假账 对不对 有没有印象 不做假账 他对我们会计系统很失望 那么失望了以后 有个结果 他就请美国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就进来了 德秦 毕马威 安永 普华永道就进来了 进来以后现在的情况 就是四大掌握了中国50%以上的审计市场 中国国内的2000多家会计师事务所 才掌握另外一半不到一点 所以美国的四大会计师事务 所在中国赚很多钱 每年赚几百个亿 形成了正循环 因为我们市场很大 利润很高 赚很多钱 于是他用的中国人是最优秀的 基本上他用的年轻人 都是985大学的 211他就得挑尖子了 基本上都是985大学 用了很多中国人 是吧 用中国人前顾最优秀的中国人 然后拼命地用 他要求你出差一定要坐公务仓 头等仓 要住五星级 保证你的待遇 但是工作压力很大 女的当男的使 男的当畜生使用 十几万人呐这么干 所以美国对中国经济信息的掌握 绝对是最好的 相反我们发改委并不是很了解 因为发改委就712个公务员 知道吧 这么大的国家发改委 就712个公务员 网上有很多误解 说中国公务员世界上最多 这是胡说八道的 中国才709万公务员 美国735万 比中国高多了 不是一般的高 到乡镇一级 镇长 镇委书记 中国公务员是严重短缺的 因为我们人口是14亿人 对不对 美国3.1亿人 我们是美国的4.5倍 对不对 你看那个比例 我们公务员严重短缺 我们中国多的是谁 多的是事业单位 5000万人 就是天天骂公务员多的那帮人 他们本身是多余的 5000万人 很多闲的没事干 天天骂人 美国那一块少 美国是2000万事业单位的人 我们是5000万 我们多的是事业单位这一块 事业单位主要是指小学 中学 大学老师 军人 公立医院 医生等等 国企不算 美国同口径是2000多万人 我们是5000多万 我们是美国多一倍 但是其实按总人口比例也并不算多 我说这么多 告诉大家一个事实 就是说中国崛起是事实 而且是美国人认 知道吧 美国的战略界特别认 那么既然美国认定你崛起 他就一定要采取动作来制止 因为国际关系有一个惯例 实际上就是一种事实 就是老大一定防范老二 这个是人性决定的 古代的大家族 长子长孙永远位置是很好的 是吧 爷爷奶奶喜欢的不得了 老二就玄乎了 以前我们有一句武汉老话 因为我武汉长大的 叫啥老大 贼老二 老大你傻乎乎的没关系 有爷爷奶奶宠着 老二得贼一点 否则吃亏 对不对 傻老大 贼老二 一般的公司也是这样的 二把手很难当 对不对 你二把手完全不干 不好意思 干得太多 你什么意思 只能稍微干点 意思意思 对不对 这是人性决定的 人性就决定老二位置不好当 那么国际关系也是这样 老大一定防范老二 美国有点例外 美国属于战略操作能力 很好的一个国家 它整老二特别棒 因为1894年美国就GDP世界第一了 美国的实质 GDP 按照购买力评价是1872年 但是名义GDP 大家公认的GDP世界第一是1894年 咱们中国甲午被日本痛揍一顿 挨打那一年 他们跑到第一去了 然后这个家伙第一就整老二 美国首先整的就是英国 因为他刚把英国超过 1895年 他制造了委内瑞拉危机 逼迫英国彻底退出整个拉美 把拉美交还给他 英国是他爹 他从英国独立的 英国是美国亲爹 他亲爹都整那 六亲不认 知道吧 好 整完英国就整德国 对不对 整完德国整苏联 整完苏联 第四个整的是日本 然后整完日本 整欧盟 现在我们中国是第六个老二 所以他肯定整我们 所以中美关系现在进入到一个不好的阶段 是结构决定的 不是主观意志决定的 某种意义上讲 我们就进入修西底德陷阱了 因为老大防范老二 然后老二觉得受压抑 他们有天然矛盾 那么最早指出这个矛盾 是古希腊默契的历史学家叫修西底德 他写过一本书叫 《波罗奔尼撒战争》时 专门研究当时古希腊的老大斯巴达 怎么跟当时的老二雅典打起来了 一打打半个世纪 把繁荣的希腊文明给摧毁了 导致北方的蛮族马其顿 把他们彻底给占领了 他对此非常可惜 因为希腊很辉煌 马其顿很土地在他们眼里 结果怎么这个土老貌 把我们给占领了 他很郁闷 他就研究 研究的结果就写了这本书 叫《波罗奔尼撒战争史》 基本上的结论是老大 老二这个矛盾很难化解 后来西方历史就不断地重演 老大老二矛盾的悲剧 大家就把这个现象叫做 修西底德陷阱 那么现在也有人开始 用这个来形容中美关系 是吧 我个人认为我们已经在 修西底德陷阱里面了 有些人不同意 比较狭隘 他说必须中美打起来 才叫修西底德陷阱 我觉得那时候已经晚了 只要你在老大老二矛盾里面 你就在修西底德陷阱里边 我们在里边了 那么在里面就必然有矛盾 矛盾现在体现为 以贸易为切入点的系列摩擦 其实从去年3月22号 美国发起贸易战到现在 美国向我们打低是一套组合拳 它不光是贸易 很快打到打到科技战去了 另外有舆论战 还有一定的金融战 因为美国政府现在规定 所有美国银行不许和华为来往 而且规定它的盟友也不许来往 于是英国的渣打银行和汇丰银行 也切断了 对不对 所以有一定的金融战 所以去年到现在 其实美国对我们打了一套组合拳 那么由于中美关系特别重要 是对中国来讲最重要的双边关系 中美关系变差了 于是我们有个感觉 就是整个外交好像变差了 大家是不是有这个感觉 那么因为中美关系不好 然后整个外部环境变差 是吧 反正是这样的 中美有矛盾是必然的 这个矛盾具体就体现为 去年到现在的贸易摩擦 或者叫贸易战 是吧 就影响大家信心了 于是股民就倒霉了 因为股市靠信心 结果没信心 股市会市两市都不好 是不是 从去年到现在 股市会市都不好吧 所以资本放到股市 会市上的朋友们 好像这一年就亏得挺多的 当然也有赚的 要少 亏得多 那么现在是这样的 就是我们中国当然不想见到这个情况 因为目前中国比美国还弱 这样对抗还是我们吃亏大一点 美国也吃亏 但我们吃亏要大一点 所以中国不想出现这个情况 一直在控制矛盾 所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 截止到今年5月10号 我们中国的媒体从来不用贸易战 这个词 不许用 只用贸易摩擦 5月10号刘鹤副总理去美国第11轮谈判 谈失败了 这一天开始用了 是吧 谈判谈失败了 开始用了 之前一直不用 说明什么 说明中国政府其实是比较克制的 希望能够往缓和方面压 那么贸易摩擦打了一年了 我的感觉其实对我们实际经济影响 没有想象中那么大 是吧 因为我们贸易去年是正增长 今年其实还是正增长 只不过对美贸易是衰退很厉害 但是和东盟欧盟都还行 对日本也还行 所以能不能这么说 结构上中美进入到一个很长的对抗期了 我们可能以后要做好一个心理准备未来10年 20年中美关系肯定跟过去40年不一样 过去40年大家都知道 79年1月1号中美建交 到今年正好40年 对吧 我们可以做一个小结 过去40年中美关系其实挺成功的 成功有几个案例 有几个证据 一个就是经贸关系很好 因为79年中美经贸来往 就20多亿美元 去年2018年是6380亿美元 增长幅度很吓人的 另外人员来往 我们79年全年两国来往的人次是几千人次 去年多少 500万人次 现在基本上就是 每13分钟 有一个航班飞向对方 所以经贸联系很好 社会来往很好 还有国际合作 因为79年的时候 我们就是围绕一件事合作对付苏联 现在合作点很广 包括最近防非洲猪瘟 打击海盗 打击恐怖分子 打击贩毒 控制疾病传染 稳定金融市场 稳定世界经济 都有合作 所以整体来讲 过去40年中美关系是很成功的 那么过去40年中美关系在结构上 是既竞争又合作的 50对50 但是现在开始我们要做好一个准备 从去年到现在以及未来 中美关系将是7分竞争 三方合作 这个可能是新常态 而且还有两个危险 一个叫全面新冷战 因为美国政府内部有一帮人叫极右派 他的老板 现在的核心应该是副总统迈克彭斯 Mike Pence 副代讲现在美国人有点郁闷 他们总统叫Donald 唐老鸭 副总统叫Mickey Mike Pence 秘称是叫Mickey 说我们家怎么搞一个 Donald的一个Mickey管我们 唐老鸭和米老鼠管我们 这当然是开玩笑 实际上特朗普总统对中国 还没有什么很深的成见 他就是商人 觉得你过去赚钱赚多了 你现在回报一点 这是他的想法 但是Mike Pence应该是战略派 他是共和党建制派的代表人物 对中国也是有战略敌意的 所以现在西方媒体West Media 他们认为在美国华盛顿圈子内部 有一批人叫Deep State 直接翻译叫深层国家 但一般我们翻译成幕后政府 人不多 但是能量很大 他们对中国敌意很重 这一帮人有点想跟中国打全面的新冷战 甚至不排除想在东海 南海 台海制造某种局部热战 因为目前在海上它是有优势的 对吧 陆地它没有优势 但是海上 空中目前还是有点优势的 所以这是个危险 以后我们可能的有心理准备 中美关系总结构是不好的 新常态是七分竞争 三方合作 对吧 还有两个危险 一个是全面新冷战 一个是局部热战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了 如果想获取更多内容请订阅 谢谢